遗漏圈又炸锅了 长乐曲里的温泉戏简直太上头 遗漏圈又爆猛料 一部古装剧让观众们集体陷入了温泉幻想 这部长乐曲里的那场戏 可真是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欲罢不能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咱们来好好818 欲据还迎教学现场 你学会了吗 要说这场乐曲 可真是给观众们上了一颗欲据还迎的教学 剧中的言性和审度 这对CP简直就是推拉高手的代表作 特别是那场温泉戏 嘖嘖 光是想想就让人心跳加速 说起来 这部剧的导演可真是个人才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 应是被他拍出了千回百准的味道 言性那轻飘飘的一推 愣是把观众的环都给推散了 网上有人说 这一下差点没把我环给推美了 可不是嘛 这哪是在演戏 分明是在撩人心弦 沈渡的演神戏 简直是撩妹利器 再说说丁宇熙饰演的神度 哎 这个眼神戏可真是绝了 被推开的那一瞬间 那个委屈巴巴的小眼神 简直让人恨不得替他委屈 有网友调侃道 这眼神 得有多少少女为之倾倒啊 不得不说 这部剧的浮化道也是一绝 那温泉的阴云水气 仿佛给整个画面都蒙上了一层蒙蒙的沙 在这样的氛围里 两个人的情感交流显得格外动人 有人形容 就像是在屋里看花 蒙蒙隆蒙的 却又美得不可放物 莫刺史 稀里稀外的月老本老 剧中的莫刺史也是个妙人 表面上是个严肃的官员 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月老 这温泉的安排 嘖嘖 心思可真是细腻 网友们都说 这莫刺史 她不是专门来当红娘的吧 再来说说那个吹蜡烛的桥段 严信轻轻一吹 蜡烛面了 可沈肚的心火却更旺了 那个吼杰微微滚动的细节 简直是绝了 有网友笑称 这谁顶得住啊 我看着都觉得口干舌燥了 那个吻戏 简直是捏狗现场啊 最后的那个吻戏 可真是把整个剧情都推向了高潮 两个人四目相对 空气中仿佛有电流在流窜 网友们都喊 导演 这段我可以看一百遍 说到底 这部剧的魅力在于它把爱情中 那些微妙的情感变化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言信的欲句还迎 神渡的深情款款 都让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 有人说 这剧里的感情戏 比现实生活中的爱情还要美好 可不是吗 谁不希望自己也能有 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呢 推拉真的可以 现实中的爱情该怎么谈 不过话说回来 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可没有剧本 有人就提出了质疑 这种推拉的感情戏码 在现实中真的可行吗 确实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在现实生活中 过度的欲句还迎可能会给对方造成误会 甚至伤害感情 有人就说 还是直接点好 管他什么欲句还迎 喜欢就是喜欢 何必那么多弯弯绕绕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适当的矜持也是必要的 这样才能增加感情的韵味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是见人见智啊 长乐曲爱情的显微镜 不过 不管是哪种观点 长乐曲无疑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爱情的机会 它让我们看到 爱情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情感 说到底 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有时候一句还迎 有时候情不自禁 重要的是 两个人能够真诚相待 互相理解 长乐曲的播出 无疑给沉闷的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它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故事 更引发了人们对爱情本质的思考 理想化的爱情 别把现实想得太美好 有人说 这部剧拍得太过理想化 可是 谁又能说 现实生活中就不能有这样美好的爱情呢 也许 正是因为现实中难以企及 我们才更加向往剧中的那份纯粹吧 总的来说 长乐曲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幻想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我们可以尽情地憧憬 尽情地感受那份纯粹的爱情 不过 回到现实中来 我们还是要记住 真正的爱情 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理解 不管是一句还迎 还是直来直去 重要的是要保持真诚 保持对彼此的尊重 给娱乐圈的一记当头伴赫 最后 不得不说 长乐曲的成功 也给其他制作团队提了个性 观众们想看的 不仅仅是华丽的服装和精美的布景 更重要的是那些触动人心的情感戏 所以 各位娱乐圈的同仁们 好好琢磨琢磨吧 如何拍出极吸引眼球 又打动人心的作品 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啊 长乐曲这部剧 可以说是给整个娱乐圈都上了一课 它告诉我们 观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他们渴望看到的不只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更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这不禁让人思考 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静下心来 好好品味一下真挚的情感 总之 长乐曲的成功绝非偶然 它抓住了观众的心 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它给了我们一个暂时逃离现实的美好空间 也许 这就是影视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让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精品佳作 一起感受爱情的美好与力量 感谢观看